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继续运行 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继续运行 他的话语继续充满我们 他的话语继续充满我们 也让我们打开他的心来继续迎见我们的神 也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一起去迎接神 我很久都没有搬过屋 我很久都没有搬过家了 但记得上次搬屋的时候 真的发现很多东西是从未用过的 那究竟是搬去新的地方还是留在这里呢 或者是给了人呢 真的很头疼 如果一些东西在我们那里不用 其实对我们没有什么祝福 神给了很多生活上的需要给我们 神给了很多生活上的需要给我们 如果我们不用的话 如果我们不用的话 对我们是没有益处 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 如果我们有信心不运用的话 如果我们有信心也不运用的话 对我们有没有益处 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如果你有信心你不用的话 如果你有信心你不用的话 你可以给点我 你可以给我一点 我很需要信心 我很需要信心 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主啊增加我们的信心 门徒来到主人面前说主啊增加我们的信心 神就说耶稣就说这些信心若果好像一个戒菜种 神就说如果这个信心像一个戒菜种 就算你用一个桑树讲 就对着一个桑树脚 你要拔起来 你拔起来 栽在海里 栽在海里 它也必听从 它也必听从 这个经文就好像不是直接跟上面和下面有那么好的关系 这个经文好像直接跟上面和下面没有直接的更好的关系 那我就当它是一个独立的信心的功课 我就当它是一个独立的信心的功课 我们相信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要适合反省 我相信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要时刻的反省 特别要反省我们的信心够不够 特别要反省我们的信心够不够 不足够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去让我们增多信心 不足够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去增加我们的信心 因为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够再向前走 所以我同情门徒他问耶稣请你增加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常跟门徒说求主你增加我的信心 因为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特别事情的时候 我确实是不够信心应付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够信心去应付 但是门徒这样问 耶稣就没有立即去按手他们身上 立即有信心 耶稣并没有说按手在你身上马上就有信心 如果是这样也挺好的 如果这样就挺好的吗 直接了当 直接了当 但是耶稣反而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但耶稣反而用一个比喻去回答他们 将这个不够信心的责任放在门徒自己的身上 假如你肚饿 如果你饿了 你经过餐馆 你路过一个餐馆 你就流口水了 你会水残 你的袋子有十元 你的兜里有十块钱 但你站在那里叫肚饿 你又站在那里一直说我饿了 求主 让我吃得饱了 求主给我吃得饱一些 但你不去拿那十元出来 但你又不拿那十块出来 进去买东西吃 你站一晚上也不会饱 你站一晚上也不会饱 因为不是你没有钱 因为不是你没钱 是你没有运用你的金钱 所以就不能够成为你的祝福 所以就不能够成为你的祝福了 耶稣知道 门徒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信心 耶稣知道门徒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信心 他们有 他们有 他们觉得他不够 但他们觉得他不够 耶稣知道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没有去把他们的信心运用 耶稣知道他们的原因是 他们没有把他的信心好好运用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信心运用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去应用的话 我们属灵的领域就会打开了 我们属灵的门就打开了 我们看到神做大事 我们看到神做大事了 一些甚至没有可能的事 甚至一些没有可能发生的事 或者没有人会做的事 或者没有人会做的事 小孩子都知道我们种树是不能种在海上的 小孩子都知道我们种树是不能种在海上的 我们必定知道种树是种在地上的 我们必定知道种树要种在地上的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淋水 不可以用盐水来淋树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浇水不能用盐水去浇灌 如果这样你就真的杀了一棵树 如果这样你就真的是杀了棵树 你真的没有知识了 如果真的是没有知识 是离谱的 不可以这样做 是离谱的 不能这样做 所以耶稣说的 这个桑树栽在大海当中 是一件不合理的事 所以耶稣说的 当一个桑树栽在大海当中 是一个不合适的事 没有人会这样做 但是借着这两件 这么不串的事放在一起 就是这一两件没有相关的事放在一起 耶稣给他们看到祈祷的信心的能力 耶稣给他们看到祈祷的信心的能力 提醒他们 只要他们的信心 我们介绍了这么小 也能看到奇迹发生 提醒他们 就算借菜种那么小 也能看到奇迹的发生 没有可能的事 都会成为有可能 没有可能的事 也会成为有可能 没有可能接受到的事 都会发生 没有可能接受的事情 都会发生 信心是要运用 信心需要去运用 如果不运用 我们坐在这儿 对我们没有功效 如果门徒不去命令这个桑树 如果门徒不去命令这棵桑树 那桑树仍然在泥土里面 那桑树仍然在泥土里面 海也是宁静 没有发生 海也是宁静没有发生 但是开始他们要吩咐这个桑树的时候 但开始他们要吩咐这个桑树的时候 他会听从 由地里面拔出来 种在海里面 地里面少了一棵树 大海里面多了一棵树 是奇妙的 但是要他们吩咐 一日不吩咐 这些事不会成功 一天不去吩咐 这些事是不会成功的 假如我们坐飞机 假如我们坐飞机 我们会明白到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我们明白到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没事就没事 没事就没事 有事就大件事 有事就大件事 但是每个人都坐 但是每个人都去坐 你不能坐在那里说 我很怕坐飞机 你不会坐在那里说 我很害怕坐飞机 飞机掉下来怎么办 飞机掉下来怎么办 你坐在那里担心无用 坐在那里担心没有用 你要试一下真的买一张飞机票 你要试一下真的去买一张飞机票 坐在那里 坐上飞机去 去飞 去飞 这样才可以知道 这个飞机是否安全 这样才能知道这个飞机究竟安不安全 这样才能运用到你的信心 这样才能运用到你们的信心 我不怕 我不怕 我可以坐 我可以坐 我空闲的时间做一些木工 我空闲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木工 我弄一些书柜 去修一些书柜 做了几张彩 做几张桌子 做几张桌子 但是很多时候 当我做完之后 很多时候发现当我坐完之后 我放些东西上桌子的时候 我放一些东西上桌面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担心 有点担心 会不会倒的 会不会倒呢 稳不稳大呢 有什么顾虑 我都会有这样的顾虑 我从来没有做几张桌子 但是我从来没有坐过椅子 我很担心 因为我很担心 如果我做了一张椅子出来 我敢不敢坐 我敢不敢坐上去 我坐得散了怎么办 我会坐到道价了 哇 骨折 我会骨折 入医院 要进医院 假如我真的做了一张椅子 我真的有点起我的勇气 我们去试一下坐下 我真的一定要拿起我的勇气去坐一下 好了 我有行动了 好了 我又有行动了 好了 我相信你了 我信你了 坐下去 坐上去 稳固啊 还没想到 没事 OK 坐下来一点 OK 可以了 都没事 都没事 动下这样 再动来动去 都可以承受我的重量 都可以承受我的重量 那好了 感谢神 这就好了 感谢神 好了 第二次我看到一张椅子 好了 下一次又看到这张椅子了 我又累了 想坐了 想坐了 这张椅子是我自己做的 这张椅子是我自己做的 会不会又是不稳定的 会不会又是不稳呢 不过不怕 上次坐过 OK 上次不怕 坐过了 好了 今次就少了一些疑惑了 我坐了 又少了一些疑惑就坐了 正如我所相信 真的坐得到 正如我相信 我真的能坐上去了 真的没想 真的没事 我又知道这张椅子挺好的 这张椅子挺好的 不错 好 第三次我再看到一张椅子要坐的时候 第三次我又要看到一张椅子要坐上去的时候 我没有忧虑了 我没有忧虑了 我不会疑惑了 我没有疑惑了 前两次都可以了 你今次怎样对眼睛就坐下去了 这次闭上眼睛就住了 一定没事 一定没有事 这样我就增加到我的信心 因为我要运用我的信心 因为我有很好的运用我的信心 所以神有时也是用一些方法来令我们的信心增加 神经常也会用一些方法让我们的信心去增加 他不是直接把一样东西说 这个信心我给你了 他不是说我直接把这个信心给你了 也是经过很多生活的片段和经历 增加我们的信心 也是经过很多生活的片段和经历去增加我们的信心 这个也是今天信息的主题 这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 不是说你有没有信心 不是说你有没有信心 当然有 当然是有 不是说你的信心大或者小 不是说你的信心大或者小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运用你的信心 重点是你究竟有没有运用你的信心 无论你信心多大或者你觉得多小 无论你的信心有多还是有多少 只要你运用 只要你去运用 只要你去运用 你就看到神的工作 你就能看到神的工作 奇妙伟大 奇妙伟大 神创造我们跟一些动物不同 神创造我们跟一些动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不单止我们有个灵魂 不单止我们有个灵魂 更加我们有一个相信的能力 更加我们会有一个相信的能力 我们都有这样的功能 可以有信心的 我们也有这样的功能去信有信心 但是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 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我们的信心放在哪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将我的信心放在神那里 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神那里 或者放在我们自己那里 还是放在我们自己那里 或者放在别的事那里 还是放在其他的事上面呢 大家都认识亚伯拉罕 救约一个很出名的人物 我们叫他做信心之父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圣经没有记载到 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 神就呼召他 圣经没有记载 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 所以神去呼召他 只是提到亚伯拉罕是谁 只是提到亚伯拉罕是谁 他是闪的后代 他是神的后代 拿鹤的儿子 拿鹤的儿子 是撒来的先生 是撒来的先生 两个没有弟弟 两个还没有小孩 神呼召他 神去呼召他 亚伯拉罕蒙召就出发了 亚伯拉罕蒙召就出发了 他遵命了 去聪明了 其实那个时间 他已经开始用他的信心 其实那个时间 他已经开始运用他的信心 去回应神的呼召 去回应神的呼召 并且在这二十五年来 并且在这二十五年以内 他跟从神 无论到哪里 他都跟从神 无论去到哪里 他都全心地去跟从神 我们没有看到 阿伯拉罕有任何的时间 说神啊 我不够信心 我不可以再走 请你给我一些信心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 亚伯拉罕跟神说 我没有信心 请你给我一些信心 我们一直看到他去走 我们一直都是看见他在走 走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 走的时候都不知道走到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 他是在运用他的信心 相信神会供应和保守 一路等待了二十五年 最后神应许他的孩子出生 是最无可能的时候 完全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 神迹发生 因为阿伯拉罕从无放弃信心 不住地运用他的信心 因为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放弃信心 也停不住地去运用他的信心 我相信我们都有信心 我相信我们也是有信心的 如果你没有信心 今天我们不会得救 如果你没有信心 我们今天不会得救 当然我们只是有得救的信心是不够 但是我们只是有得救的信心是不够的 作为门徒我们还要有跟从神的信心 作为门徒我们还要有跟从神的信心 还有从得救开始 就要不住地运用我们的信心 还有从得救开始 我们神就要不住地运用我们的信心 另一位很出名的先知 另外一位很出名的先知 以利亚 他祈祷宇宙降下来 祂祈祷宇宙收起不下 祂祷宇宙收起不下 祂祷宙宇宙收起不下 祂一身经历里面 祂在一生的经历里面 祂从没有问 或者从没有说 神啊 我不够信心 我不可以向前走了 给多些信心 祂从来没有问过神说 我不够信心 请祢给我一些信心让我走 祂从呼召就开始运用他的信心 祂从呼召开始就一直运用他的信心 每一次属灵的争战之后 祂的信心就更加增加 每一次属灵的争战之后 祂的信心就更加增加了 所以祂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圣经说以利亚与我们是同一圣情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这是重点 这是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是人 祂都是人 祂也是人 祂祈祷这么有功效 祂祈祷有这个功效 因为祂运用他的信心 因为祂运用他的信心 那我们呢 如果我们跟祂一样 如果我们跟祂一样 运用我们的信心 运用我们的信心 都会看到神的神迹歧视 都会看到神的神迹歧视 当然作为人 我们当然有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然作为人 我们也会有我们软弱的时候 虽然我们说 好想相信 虽然我们说 我们很想相信 但是我们有时会疑惑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疑惑 这些疑惑是将我们的信心减弱了 这些疑惑就将我们的信心去减弱了 这些疑惑可能是我们自己来的 这些疑惑可能是我们自己来的 或者摩给撒旦放在我们的脑子里 或者是摩给撒旦放在我们的脑子里 攻击我们 攻击我们 新约的圣经里面记住了一个父亲他的儿子从小就被鬼附了 新约的圣经有记载 从小就跟着他父 那这个魔鬼就把他放在水里放在海里放在水里想害死他 发作的时候 口流白泡 很严重 发作的时候 他就口渡白沫 当然很痛苦 很痛苦 爸爸带了他的儿子去门徒 那爸爸就带着孩子送到门徒面前 希望门徒也把这个鬼赶走 希望门徒能把这个鬼赶走 但是门徒又赶不出去 但是门徒又赶不住 有些骚动的声音在里面 当然有些骚动的声音在里面 耶稣听到了 耶稣就听到了 也不问什么事 也不问什么事 知道了之后就叫门徒带这个人来 知道之后就叫门徒把这个人带到他面前 再跟他说 你如果能够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再信你人凡事都能 耶稣又同样 将这个赶不住鬼的失败的经历 或者责任交给这个父亲 同样神把这个赶不了鬼的责任交给这个父亲 你若能信 你需要信 就行了 明显说他信不足 明显地告诉他说 你信得不够 这个父亲 立即知道耶稣 他说的说话的心意 这位父亲马上就知道耶稣神说这句话的心意 他就很坦诚地来到主的面前 说我信了 但是我信得不够的 求主帮助 他很坦诚地走到神的面前跟他说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 求主你帮助 耶稣就 二话不说 立即赶出这个鬼 但当时这个父亲可能有点犹豫 但当时这位父亲可能会有点犹豫 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都赶不走 我儿子的情况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 我儿子的情况这么多年也没有改变过 耶稣一人可不可以搞定这件事呢 耶稣一个人能搞得定吗 但是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 他要真的为自己辩护 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 他还要为自己去辩护 我不是没有信 我信得不够 他说我不是不信 但我信得不够 请你帮助我那些不信的部分 除去我不信的部分 就请你帮助我 让我把那些不信的步骤 那些步骤把它取去 耶稣也没有说 拔了你那些不信的出来 那你就信了 耶稣也没有说 把他那个不信的拔掉 让他信 耶稣立即赶出这个鬼 耶稣就马上赶了这个鬼 他父亲看到整个过程发生 他父亲看到整个过程的发生 原来耶稣有这个权柄和能力 原来耶稣有这个权柄和能力 一发生这个鬼就走了 一发生这个鬼就走了 不到他不信 无到他不相信 所有的怀疑都没有了 以前信心不足 以前信心不足 现在信到十足 这是神给我们增加信心的方法 这是神给我们增加信心的一个方法 这个父亲已经知道了 哎呀 再信的人 真是凡事都能 那个父亲就真的相信了 再信的人真的是凡事都行 看到他儿子的改变 真是相信了 所以他以后成为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这件事令到他信心增加 这件事令到他信心增加 所以疑惑就是信心最大的敌人 所以疑惑就是信心最大的敌人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疑惑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疑惑 或者是从撒旦来攻击我们的疑惑 或者是从撒旦而来攻击我们的疑惑 雅各斯提醒我们只要凭信心求 雅各斯提醒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求 一点都不要疑惑 一点都不疑惑 因为疑惑的人 就好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些人不要想着可以在主里得到什么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去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女人 夏娃 就是因为疑惑 被魔鬼引游 他去怀疑神的说话 他就怀疑神的话 不听命令了 就不听命令了 他就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了 就吃了那不应该吃的东西 所以最入了这个世界 同样疑惑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同样疑惑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很多人都有疑惑 很多人都会有疑惑 但是我们最重要是站在神的话语上面 但是我们最重要是站在神的话语上面 罗马书十七十七次提醒我们 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清楚我们的根基建在哪里 好清楚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 我们说到我们有信心 要运用 要运用 运用在哪里 运用在神的话里 运用在神的话里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神口足所出的每一个话都是真理 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若我们站在这个真理上面 如果我们站在这个真理上面 怎样攻击我们都不会有疑惑 我们决定相信 唯一神的话语 是我们应该完全相信的 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是唯一我们能够完全相信的 有一个姐妹星期四通知我们 说她做手术 有一位姐妹周四的时候通知我们 说她要做手术 就是前几天 就是前几天 所以我星期五去探讨她 去到医院 我周五就去医院去探访她 去到医院 就将她的名字 她的房号number 给了一个保安人员 去了医院之后 就把她的名字和房间号码告诉了那位保安 我想探那个姐妹为她吐槽 我就说我想探访这位姐妹为她祷告 保安立即打电话 由病房问 那位保安就带我去病房里面去问 看看可不可以让我进去探讨 看看能不能让我进去探讨 但里面的房间那些打电话 回答回到外面的话 这个人在做手术 里面的房间就告诉说 这位姐妹正在做手术 你不方便去探讨她 现在不太方便进去探讨她 那你回去吧 那你就回去吧 心里面有点奇怪 我心里面就觉得有点奇怪 她说星期四做了手术 她说她周四已经做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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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周五去探讨她很正常 但她这么说 如果她真的在做手术的话 那我没办法 如果她正在做手术也没办法 那我就回家了 那我就回家 第二天那位姐妹就通讯 和她们短信 第二天那位姐妹就发信息给我 她说我没有啊 我昨天好好的在房间休息 她说我没有啊 我昨天好好的在房间休息 没什么发生啊 那你都没来啊 我等了那么久你都没来 那我发觉哎呀 我真的失败了 我发现我失败了 我为什么失败呢 我为什么失败呢 为什么探不到她 为什么探讨不了她呢 因为我被那两个人 令到我有疑惑 因为我被那两个人 让我有疑惑 我开始信心摇动 我开始信心摇动 起初我知道这个姐妹已经做了手术了 起初我知道这位前面已经做完手术了 休息了一晚我们去探她很正常 休息完一晚上我第二天去探认得很正常 但她们说她做了手术 但她说她正在做手术 虽然我又觉得有奇怪 所以我也觉得奇怪 但她觉得有可能的 她说有可能吧 那一个姐妹做的是微创手术 那位姐妹做的是一个微创手术 那可能第二天医生说 微创做得不够彻底了 那我再做多一次 那可能第二天医生说 那个微创做得不够彻底 再做一遍 是吗?大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 那就比她这么说一说 我就折一折 我就顺心开始动摇 给她这么说一说 我就缓一缓 我就觉得心情有动摇了 那我就问都不问 那我就回到家 那其实呢 如果我去坚持我原有的信心 那如果我当时是坚持我原有的信心 那如果我当时是坚持我原有的信心 我相信这个姐妹说的 就是她所经历的 就是她所说的 就是真的了 当然我相信她 她说的就是真的 但是我信她 而她没有再通知我 而她也没有再通知我 就是她是不会再做手术了 就是说她不会再做手术 如果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的话 如果有坚定的信心的话 我会再问这个奉安人员 我会再问一次那位保安 我会说不是 我说不是啊 她说我可以听 已经做完了 她告诉我她已经做完手术了 请你对一对号码 那个房号码 对一对名字 请你核对一下房号和名字 如果他对一对号码 对一对名字 就知道她完全搞错了 如果他核对一下名字 他知道他原成是搞混了 原来是隔壁床的人做手术 原来是隔壁床那个去做手术 那是大的烏笼 他就搞了一个大烏笼 但是那个功课我学得 就说我是有疑惑 功课就告诉我们说我有疑惑 我给他们两个医护人员和保安 直接说一说我集了 被单位两位保安 下一下我就整个人谎了 我动摇了他的信心 我就动摇了我的信心 所以结果就一场空探不到这个姊妹 所以就铺了一场空 到了第二天她出院之前 我才去探讨她 要等她第二天出院的时候 我才来去探讨她 就是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 我们有疑惑 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会有疑惑的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真理那里 我们就不怕了 如果我们站在真理那里 我们是不用怕 我们坚信神的话 是真的没有错的 我们坚信神的话 是真的不会错的 神的应许是实在的 神的应许是实在的 神的能力是实在的 神的能力是实在的 只要我们运用我们的信心 只要我们运用我们的信心 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不要让自己的疑惑 侵蚀了我们的信心 不要让自己的疑惑 去侵蚀到我们的信心 也不要让别人的说话 侵蚀了我们的信心 也不要让别人的说话 去侵蚀到我们的信心 我们会看到神 所有的应许都会落实 我们会看到神的所有应许都会落实 祂答应我们的祷告 祂回应我们的祷告 带领我们前面走 带领我们在前面走 不会走错迷失 不会走歪也不会迷失 大家可能有很多很聪明的种东西 有花园来种东西 大家可能会在种一些植物上面很厉害 留意到种子 有留意过那些种子吗 种子也有这个壳 种子是有一个外壳 是吧 你放一粒种子下去 很久都不能生出来 你扔一颗种子进去 它很久都不会长出来 原来这个种子 要连着壳也要埋在泥土里面 因为那个种子跟那个壳 埋在那个泥土里面 经过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多长 一段时间 因为外壳已经溶化了 那个外壳已经融化了 这个里面的一个生命 就会生出来了 那里面那个生命的话 就会成长出来了 但是一旦有个壳枯住 这个生命都不能发生生长 这个生命也不能发生生长 所以有些人Youtube常常教我们 所以经常Youtube有些东西会教我们 我有个方法五天就发芽了 我有个方法五天就能发芽了 你又将它的壳灭住 你就把它外壳除掉 浸在水上 就只放那个 那就可以了 很快 几天就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几天就可以了 我试过都是成功的 我试过真的成功了 如果我们把那个外壳看成有疑和疑惑 把我们的信心包住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是无法去发出来 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发出来 我们真的把这个疑惑的壳拿开了 打开之后 我们的信心的根就会生出来了 发芽生长 又发芽生长 就成了大树结果之 就成为了大树结果之 但是一日有疑惑包住我们的信心 我们都不可以看到神的神迹其次 只要有一天有疑惑包住我们 我们都不能看到神的神迹其次 所以我们要定义去拒绝疑惑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拒绝疑惑 运用我们的信心 运用我们的信心 无论我们觉得信心够或者不够 无论我们觉得信心够还是不够 我们都要运用出来 相信神 每一句话语 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 我们的生活就会不再一样 我们更加经历更多神更新的恩典慈爱 我们深信神在前面带领LACAC前面的方向 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LACAC前面的方向 让我们不要疑惑 跟从神 将信心摆出来 神会为教会美好的安排 神会给我们教会摆上 好了 我们一起祈祷 多谢主你的话语 感谢神你的话语 愿你打开我们的信心 随去疑惑 除去疑惑 让我们成为有信心的人 明白你的话语 听你的话语 听你的话语 行出你的话语 行出你的话语 运用信心得到你的祝福 运用信心得到你的祝福 继续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好 好